我們追蹤的是上海三級管控 現在還爆出了斷糧危機 現在就怕民眾會亂跑 所以在上海那邊 是有使用的是生命的探測儀 要查車輛 還要抓往外跑的民眾 另外還有多個省市 也是特別的封閉道路 導致說物流整個大癱瘓 看到這個畫面是現場已經塞爆了 這個物流業也是很頭疼 另外還有美國駐上海領事館 也曝光說 這個有7名的海陸隊員斷糧 既然不少的民眾 為了想吃東西 也是覺得非常頭疼 上海州社區因為糧食發放不足 導致住戶與保全 爆發激烈衝突 在政府規定的時間採賣 卻在回家時遭到保全刁難 認為住戶買的物資 並不是生活必需品 不過看看畫面 明明通通都是泡麵 醬油 鹽巴等 但保全卻針對啤酒臨時打作文章 啤酒 飲料非常具體 上海連續第四天 單日確診破兩萬例 在微博上民怨四起紛紛公布疫情之下的各種亂象 碰得一聲把鏡頭拍掉 上海另一座社區的住戶同樣也因為沒有東西吃 自主救援隊向飯菜叫菜 卻再度被防疫人員擋下 對於封控下暴露的各種管理問題 上海方面人強調動態清零才是最好的解決方式 動態清零仍然是當前上海抗疫的一個總方針 必須堅定地去執行它 另一邊的廣州也因為疫情攀升宣布全市進行分級分類管控 11號更宣布即日起民眾不能離開廣州 不少民眾認為廣州即將封城 導致有人前往超市搶購食物 針對大陸近期因為疫情曝露的各種問題 也讓環球時報特約評論員胡錫進發文呼籲 封控期出現漏洞是難免的 但政府別光說好的 應該要引導民眾接受實際狀況 記者謝韓宇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 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